其實非常多人很喜歡看韓劇 追韓劇 重點是韓劇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它什麼樣的劇情都可以拍 對 現在一定要很多遍 如果你只是單純愛情 單純就是追尋夢想 追尋夢想 對 騙掉了 連追尋夢想都很騙是不是 對 現在必須要搭配一些 比較刺激的 有點懸疑的 那譬如說是什麼呢 像我們平常都會知道 那種美劇的監獄風雲這類型的 或說韓劇像七號房禮物這種 比較稍微多一點不同的劇情 所以說你們男生會比較喜歡 看這種監獄類 犯罪類的這種嗎 其實我喜歡 對 因為你知道雖然我看起來白白的 但是我是喜歡那種 比較有點暴力 有點血腥的 這跟白白的有什麼關係啊 你喜歡血腥喔 我喜歡那種很刺激的場面 我覺得你貴貴的 怎麼說 就是喜歡血腥跟刺激的場面 代表內心深處是不是平常 有遭受到一些什麼樣的 怎麼又是這種奇怪的表情 好了 重點就是 我們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最近韓劇有一個很厲害 就是拍攝監獄裡面的一些 劇情情況 我們來看一下這部片 在監獄裡吃老飯過生活 是什麼樣的日子 韓國把他拍成電視劇 把殺人放火或是炸氣吸毒的罪犯 撕下的一面變成電視劇題材 最新一集收射率突破10% 甚至還比無線台的同時段電視劇 還要高 出現黃金交叉 你真的沒有我生氣嗎 我真的沒有 我真的沒有 你應該有 你應該有 你應該找到 金來源和聲勢景的吻戲 每每造成話題 收射率穩坐無線台的冠軍 但即使穩得再怎麼激烈 還是敵不過韓國有線台的 來勢洶洶 更成功的讓丁海瑩 聲勢暴漲 丁海瑩飾演有殺人嫌疑的軍官 冷酷的個性 跟他之前和李仲碩合作的 當你沉睡時 有不一樣的形象 不論是小螢幕的時裝劇 或是大螢幕的古裝片 丁海瑩靠著高人氣 喜悅不斷 人生第一場粉絲見面會 就獻給台灣 那麼 台湾上來見嗎 謝謝大家 靠著韓劇塑造的暖男形象走紅 讓丁海瑩嘗到爆紅滋味 成為新世代的男神代表之一 體育別新聞 如果交換我們洋青中的報導